欢迎您每天听本书,我是于浩,今天给大伙说的这本书叫做《颠覆式创新,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生存法则》,作者是混沌研习社创始人李善友。李善友这个人经历非常丰富,他大学学的是数学,毕业之后先后在摩托罗拉、美国旅业集团、博士伦这些外国大公司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后来呢,当过搜狐网的总编辑,创建过视频网站库六网,是全球第一个在纳斯达克上市的视频网站。 2011年,他加入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是中欧创业营的发起人,号称要打造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创业课程,后来呢,又创办了混沌研习社。 那《颠覆式创新》这本书啊,是研习社教材当中的一本,这套教材探讨的是互联网时代的生存法则、思维方式、世界观以及创业方法论。 除了颠覆式创新之外啊,还有产品型社群、互联网世界观和精益创业方法论。 那么这个《颠覆式创新》这本书的副标题呢,是这样的,叫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生存法则。 就是说啊,这本书讲的是,一家公司要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生存下来,它需要遵循什么法则? 其实呢,你也可以把它看成在这个时代小公司和大公司竞争的指导原则。 那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与其更好,不如不同。 来,咱们先来看一下,现实环境当中,小公司是怎么去和大公司竞争的。 乔布斯非常尊敬的商业分析师克里斯坦森研究过1976到1995年的硬盘行业,发现呢,有三分之二的小公司会选择在成熟市场和大公司正面作战。 有三分之一的小公司会选择在新兴市场做和大公司不一样的事情。 这两种公司的成功率啊,差别非常大。 和大公司正面作战的小公司成功率只有6%,而进入新兴市场的小公司成功率是37%,差不多是前者的6倍了。 而且呢,和大公司正面作战的小公司啊,虽然数量更多,但是他们在20年里的收入规模加起来只有33亿美元,而进入新兴市场的小公司呢,在20年里的收入规模加起来是620亿美元,差不多是前者的20倍。 选择和大公司正面作战的小公司往往有一个误解,他们会觉得,大公司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们做一样的事,我比你勤奋,比你有效率,比你执行力好,我就能赢。 结果发现完全不是这样。 一个后来者,要想让用户觉得他比领先者做得好是非常难的。 据说,统计规律是,你比别人好上三倍,用户才会相信你,确实好。 实际上我们经常看到,就算是那些大公司要做和别人一样的东西,也是很难的。 比如说腾讯这家公司够厉害吧,照着百度做搜索,没有做成,照着淘宝做电商也没有做成, 阿里照着微信做来网,网易照着微信做异信,都没有做成。 所以,如果某个行业已经有公司取得了竞争优势地位,你与其琢磨怎么做的比他更好,还不如去想想怎么做的跟他不一样。 这个现象我们可以概括为,与其更好不如不同。 那么那些取得优势地位的领先公司就无懈可击了吗? 我们来回顾一段历史。 1960到1970年代,IT领域最重要的产品是大型计算机,风头最近的企业是IBM。 在这个行业,那可以说是一家独大。 当时IBM有七个竞争对手,但是IBM的利润占了整个行业的90%以上, 另外七个竞争对手的利润加起来还不到10%。 所以有人就说,那个时代是一个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眼人的时代。 那个时候,所有人都知道,人类要进入计算机时代了, 所有公司都想挖这座金矿。 通用电器,美国无线电公司,美国电报电话公司这些巨头都投入了巨大的资源, 没有一家公司能够动摇IBM的霸主地位。 但是IBM的霸主地位是有时效和边界的, 它的领先优势是在大型计算机领域确立的, 客户主要是科研机构。 之后,美国数字设备公司发明了小型计算机。 小型计算机体积小一些,价格也更便宜, 每台几万美元,主要卖给公司里的工程部门, 研究团队和一些小型公司。 在小型计算机这个新兴市场当中, 美国数字设备公司要比IBM成功, 在这个领域一枝独秀。 那在小型计算机之后兴起的就是PC, 也就是个人电脑, 包括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 在PC时代, 美国数字设备公司没有保住它的霸主地位, 这个领域的王者是苹果和IBM。 1998年, 美国数字设备公司被康百公司收购了, 让这家公司倒下的, 不是它在小型计算机领域的竞争对手, 而是生产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那些公司。 现在我们又进入了手持智能设备时代, 2014年, 全球个人电脑出货量下滑, 手持智能设备的出货量超越了PC的出货量, 智能手机渗透到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 从这段历史当中, 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作为大型计算机领域的王者, IBM有没有资源、 技术和能力开发小型计算机呢? 当然有, 但他没有成功进入这个新领域。 小型计算机领域的王者, 美国数字设备公司有没有资源、 技术和能力开发个人电脑呢? 当然有啊, 但他同样也没有成功进入这个新领域。 这到底是为什么? 对新兴企业来说, 这种现象对他们和大公司竞争有什么意义? 前面呢, 我们其实讲了两件事情, 一个是在某种竞争环境当中, 领先的企业总是能赢, 长胜不衰, 没有对手能对他们构成威胁。 一个是在另外一种竞争环境当中, 领先的企业往往输给新兴的企业, 有时还输得不明不白, 莫名其妙。 很自然的, 我们会感到好奇, 就是在什么样的竞争环境中, 领先企业能够保持长胜不衰? 在什么样的竞争环境当中, 新兴企业比领先企业更有优势呢? 本书的作者李善友告诉我们, 第一种竞争环境是持续性技术竞争环境, 持续性技术的一个特征呢, 就是持续性的改善原有的产品性能, 客户需要什么样的产品就做什么样的产品, 不断的提高产品性能越做越好, 在这种竞争环境当中, 领先企业有很大的优势, 因为它过去的积累都会发挥作用, 新兴企业很难超越。 第二种竞争环境是破坏性创新竞争环境, 破坏性创新的特征是不追求提高产品原有的主流性能, 甚至是降低原有的主流性能, 与此同时引入一条新的性能改善曲线, 这个新的性能改善通常会使产品更方便, 更简单、更便宜、更小、更容易操作。 破坏性创新不和竞争对手在原有的产品主流性能上争长短, 也就是对手在什么方面强, 我弱一点没关系, 但我在一个新的性能上面做改善。 在一开始, 破坏性创新只能在远离主流市场的新兴市场应用, 但它可能逐渐进入主流市场, 而且性能提升到可以和主流市场的成熟产品竞争。 咱们来看一下硬盘行业的案例。 根据克里斯坦森的研究, 从1976年到1995年, 这20年里, 硬盘行业出现过111次持续性技术创新, 破坏性创新只出现过5次。 也就是说, 现实当中绝大多数的创新都属于持续性技术创新, 破坏性创新是非常少的, 它是对持续性技术创新的超越而不是否定。 值得注意的是, 在111次持续性技术创新当中, 大公司的成功率是100%, 而在只有5次的破坏性创新当中, 大公司一次也没成功过。 破坏性创新的次数虽然少, 影响却是致命的, 很多大公司输就输在没有成功的破坏性创新上面。 硬盘行业的破坏性创新是什么呢? 体积。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硬盘最重要的性能指标是存储容量, 硬盘行业的持续性技术创新也主要发生在这个方面。 开始的时候, 硬盘主要是用在大型计算机上面, 有一家名叫数据控制公司的硬盘公司, 开发了14英寸硬盘技术。 当时大型计算机对硬盘容量的需求越来越大, 每年以15%的速度增长, 而硬盘公司每年技术进步的速度达到了22%, 一段时间之后就超出了市场的需求。 这时候一种新技术就是8英寸硬盘技术出现了, 而且最早就出现在生产14英寸硬盘的公司。 8英寸的硬盘体积比14英寸的硬盘小很多, 但容量也比14英寸的硬盘小很多。 硬盘公司的销售员就去问他们的客户, 生产大型计算机的IBM公司, 你们需要8英寸硬盘吗? IBM说, 8英寸的硬盘容量太小, 我们需要容量更大的硬盘, 于是14英寸硬盘制造商就放弃了这种技术。 后来新兴的公司掌握了这种技术, 但IBM还是不接受8英寸的硬盘, 小公司没办法, 只好去低端市场, 谁需要就卖给谁。 刚好这时候, 生产小型计算机的公司开始出现了, 小型计算机对容量的要求不像大型计算机那么高, 但是对另一个性能指标体积有要求, 所以生产8英寸硬盘的公司, 就把产品卖给了生产小型计算机的公司。 8英寸硬盘刚刚出来的时候, 容量满足不了大型计算机的要求, 但是它的技术会不断提高和进步, 一段时间之后, 8英寸硬盘的容量也能满足大型计算机的要求了。 你说IBM会不会买8英寸的硬盘呢? 它比14英寸的硬盘更小更便宜, 使用更方便, 为什么不买呢? 那这个时候颠覆就发生了, 最终14英寸硬盘制造商全部被淘汰出了硬盘驱动器行业。 在这个案例当中, 首先是14英寸硬盘公司持续提升硬盘的容量, 这是持续性技术进步。 然后8英寸硬盘公司从硬盘的容量性能转向了体积性能, 属于破坏性创新。 之后8英寸硬盘公司也持续提升硬盘的容量, 回到了持续性技术进步, 最终就颠覆了这个行业的格局, 颠覆并没有到此为止。 很快, 又有新公司开发了5.25英寸硬盘, 这种硬盘体积更小, 容量更小, 没有引起小型计算机制造商的兴趣。 硬盘公司最后把它卖给了谁呢? 台式机的制造商。 同样的道理, 台式机对硬盘容量的要求不像小型计算机那么高, 但对体积的要求更高。 历史重演了, 5.25英寸硬盘公司有两次黄金发展期, 第一次是当它满足台式机需求的时候, 第二次是当它不断提升容量, 能满足小型计算机需求的时候, 小型计算机制造商也开始使用 5.25英寸硬盘, 把原先的8英寸硬盘淘汰掉了, 结果最早生产5.25英寸硬盘的公司活起来了, 而成熟的8英寸硬盘制造公司进入新市场的时间, 落后了两年, 最终呢, 四家主要的8英寸硬盘制造公司, 只有一家进入了5.25英寸硬盘市场, 而且呢, 市场占有率从来没有到过两位数, 看上去是不是很怪啊? 8英寸硬盘制造商颠覆了14英寸硬盘制造商, 但没过多久, 自己又被5.25英寸硬盘制造商彻底颠覆了, 那么颠覆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5.25英寸硬盘之后啊, 是3.5英寸硬盘, 还是老样子, 3.5英寸硬盘刚出来的时候, 台式机的制造商不要, 所以呢, 3.5英寸硬盘卖给了便携式计算机的制造商, 后来呢, 3.5英寸硬盘的容量达到了台式机的要求, 5.25英寸硬盘又被颠覆了, 结果只有三分之一的5.25英寸硬盘制造商, 成功推出了3.5英寸的硬盘, 对于这种后浪一浪接一浪, 前浪死在沙滩上的现象, 存在各种各样的解释, 通常认为是成熟大公司的管理出了问题, 但是呢, 克里斯坦森认为不是这样, 在他看来, 这是因为大公司没有成功的破坏性创新, 那李善友呢, 也认为不是因为管理, 他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技术的加速进步, 持续性技术有一个特点, 刚出现的时候啊, 进步不是很快, 但到达一个拐点之后, 就会出现指数级的飞跃, 虽然市场对性能的需求在增长, 但是持续性技术对性能的提升速度更快, 最终一定会超出市场的需求, 你想啊, 一旦某个产品的某种性能超出了你的需求, 这种性能继续提升, 对你来说还有没有意义呢? 没有, 它不再构成吸引力了, 你选择产品的标准会转移到需求, 还没有得到满足的其他性能上, 咱们举个例子, 如果您对汽车最高时速的要求是一小时150麦, 一辆汽车时速能达到一小时800麦, 会增加吸引力吗? 这时候, 车速已经不是您关心的指标, 影响购买行为的可能会是车的安全性, 舒适性, 美观等其他的因素, 破坏性创新的路径和持续性技术进步完全不同, 破坏性创新的要点是不同, 是反其道而行之, 产品在主流性能上稍讯一筹, 但在新兴性能上寻求突破, 换句话来说, 当技术进步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时候, 破坏性创新追求的不是技术进步, 而是功能进步, 有意思的是, 一家公司可以从小公司变成大公司, 从低端走向高端, 那么一家大公司能不能主动学习小公司, 从高端回到低端, 进行破坏性创新呢? 如果大公司能够这么做, 小公司就很难颠覆大公司了, 事实上, 大多数大公司都做不到这一点, 什么原因呢? 因为新兴技术和产品往往是非主流的, 最开始的时候, 他们的质量都是很差的, 差到完全可以忽视, 更像是小玩意儿, 他们面向的是边缘市场和客户, 不是中心市场, 也不是高端客户, 利润比较低, 同时, 做新兴技术和产品风险倒是不低, 大家都没把握说这个东西会不会成功, 质量很差, 利润很低, 市场很小, 风险很大, 不确定性很高, 您说大公司怎么会选择回到低端呢? 一切初创的公司因为实力不够, 进不了中心市场, 只能去边缘市场, 那里没有多少竞争吗? 但是条件适宜的话, 这些边缘势力会越来越强大, 最终颠覆整个行业, 还是举硬盘行业的例子, 1981年的时候, 制造14英寸硬盘的毛利率是60%, 市场规模大概是十几亿美元, 制造8英寸硬盘的毛利率是40%, 市场规模大约是几亿美元, 市场上新出来的5.25英寸硬盘, 毛利率是25%, 价格比14英寸和8英寸硬盘便宜, 但它的市场规模很小, 只有1亿美元左右, 请理性的思考一下, 如果您是8英寸硬盘制造商的CEO, 您会用公司的资源去抢14英寸硬盘的高端市场, 还是5.25英寸硬盘的低端市场呢? 答案当然是14英寸硬盘的高端市场嘛, 因为毛利率高, 市场规模也大, 这是理性决策, 任何公司都会这么决策, 结果5年之后, 5.25英寸硬盘市场达到了30多亿美元的规模, 有趣的是, 这种经验教训能不能被后来的人吸取呢? 答案是否定的, 如果您是5.25英寸硬盘制造商的CEO, 同样面对着两个市场, 一个是毛利率在40%以上, 市场规模比较大的8英寸和14英寸硬盘市场, 一个是新出现的毛利率只有22%规模很小的3.5英寸硬盘市场, 您会去争夺高端市场还是低端市场呢? 那当然还是高端市场嘛, 大公司总是在追求收入的增长, 利润的增长, 速度的增长, 在增长压力的驱动之下, 理性的管理者找不到充分的理由, 进入市场规模小, 利润力更低, 而且前景不明朗的低端市场, 因为低端市场解决不了大公司的增长需求, 咱们举个例子, 一家年收入4000万美元的公司, 如果想增长20%, 只需要增加800万美元的收入就行了, 但是呢, 一家年收入40亿美元的公司, 想增长20%, 那就必须增加8亿美元的收入啊, 如果这时候出现了一个能够增加800万美元收入的新机会, 您想, 这家公司的CEO会关心吗? 所以, 大公司总是喜欢集中人力, 物力, 财力, 各种资源做大项目, 提高产品性能, 冲击高端市场, 去争取更高的利润率, 这就叫合理的财务决策, 但大公司在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 也逐渐丧失了进入小型新兴市场的能力, 丧失了很多破坏性创新的机会, 所有的破坏性创新刚出现的时候, 都是在小型市场不可预测, 慢慢成长, 突然有一天呈指数级增长, 瞬间变大, 当它还小的时候你不进入, 等它变大了想进入, 已经没有机会了, 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 时间窗口就那么点, 一旦错过就很难追赶了, 所以小公司和大公司竞争的最佳策略是什么呢? 不是迎头而上正面作战, 而是去寻找新兴领域边缘市场, 在那里你才有优势, 李山勇说了, 当你跟大公司竞争的时候, 不是要跟它比进步, 而是要跟它比保守, 当大公司提高产品性能的速度, 超出用户的实际需求时, 他们就为低价产品创造了一个市场, 采用破坏性创新的竞争对手, 正好可以趁虚而入, 咱们再来看一看芯片行业的例子, 1980年代, 摩托罗拉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公司, 生产的芯片很高级, 主要用在工作站上, 当时英特尔只能生产PC微处理器, 性能和质量都跟摩托罗拉相差很远, 但英特尔慢慢进步, 从486开始, 芯片的性能就和摩托罗拉抗衡了, 1990年代, 英特尔推出了奔腾芯片, 处理速度达到了工作站水平, 2002年, 苹果开始弃用摩托罗拉芯片, 2004年, 摩托罗拉退出了芯片市场, 英特尔完成了对摩托罗拉的低端颠覆式创新, 但除了进入行业时走低端路线, 英特尔本身是持续性技术进步的代表, 从286, 386, 486, 奔腾, 奔腾2, 安腾到酷睿, 20多年里持续提升性能, 它采用了垂直整合的模式, 从芯片设计, 研发到制造, 营销, 这全都是自己做, 它把收入的20%用在研发上面, 拥有11家全球技术最好的制造厂, 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还和微软结成联盟, 成为了芯片行业的绝对霸主, 英特尔有一个竞争对手, 一家叫AMD的公司, 过去一二十年, AMD的竞争策略一直是正面作战, 英特尔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英特尔怎么做, 我也怎么做, 和英特尔比拼性能, AMD的市场占有率一度达到了25%, 但是始终没有对英特尔构成威胁, 1990年, 一家叫ARM的芯片公司成立了, 和AMD不一样, 它走的是破坏性创新的路, 它从哪个点切入呢, 能耗, ARM的芯片性能不如英特尔, 但是能耗低很多, 结果在移动设备领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PC看重高性能, 而对移动设备, 比如手机来说, 耗电量低是很重要的, ARM还发展出一种新的商业模式, 就是自己负责架构设计, 然后把设计授权给各大半导体厂商, 收取一次性知识产权费, 或者在每块芯片当中收取版税, 英特尔芯片售价基本在50到100美元, 而ARM的芯片竟然可以低到1美元, ARM利用这种开放的模式形成了一条生态链, 获得了更多第三方的支持, 包括微软、三星、苹果、 谷歌、高通等等, 乔布斯做iPhone的时候, 想过用英特尔的芯片, 但是英特尔的芯片很贵, 而且能耗问题解决不了, 最后只好用ARM的芯片, 当时英特尔的CEO认为苹果做不好手机, 而且这个市场很小, 不是很在乎, 可万万没想到iPhone后来发展出这么大的市场, 而英特尔失去这个机会之后, 再想进移动设备市场就难了, 2013年, 智能手机出汇量达到了10亿部, 超过了PC, 而英特尔在移动芯片市场的占有率不到1%, 不管智能手机的操作系统用的是iOS还是安卓, 芯片都是用的ARM的, 而且ARM竟然开始逆袭了, 2013年, ARM发布64倍处理器, 进军低端服务器市场, 低端服务器对存储密度和能耗的要求超过对性能的要求, ARM的芯片相比英特尔的芯片有很大的优势, ARM最初进的是手机市场, 手机芯片性能比较低, 所有人都认为ARM不可能进入PC市场, 但它居然进去了, 这是非常典型的破坏性创新, 那理性一点来看呢, 大公司已经越来越南基业长青, 在差不多50年前, 1967年的时候, IBM的市值是1923亿美元, 相当于当时美国GDP的23%, 相当于今天的1.3万亿美元, 是名副其实的巨人, 到2014年的第三季度呢, IBM的市值是1686亿美元, 差不多是原来的八分之一, 1973到1983这十年里, 财富1000强企业当中, 有350家被新企业挤出榜单, 2003到2013这十年里, 财富1000强企业当中, 被挤出榜单的竟然多达712家, 大公司被赶下神坛的速度令人目瞪口呆,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在长达65年的时间里是行业领袖, IBM是25年, 微软是15年, 速度越来越快, 美国高科技企业的平均寿命是7.6年, 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平均寿命是1.8年, 这个世界不再信奉基业长青, 大公司必将衰亡, 这是他们即使明白, 也突破不了的窘境, 所以创业永远有机会, 但是您必须记住这句话, 与其更好, 不如不同, 好了, 以上就是颠覆式创新这本书的, 颠覆式创新这本书的, 颠覆式创新这本书的, 颠覆式创新这本书的,